根據理工大學的調查報告 香港人每星期平均有4.2日外出用線 經常出街吃飯不但不健康 而且對環境造成很大的破壞 二元空之一就是膠飲館 我想問你一個星期用多少瓶飲館 五瓶 兩三瓶飲館 如果買外賣才喝 根據環保署的數據顯示 氣脂堆填區的塑膠量至2014年已經達至2000公噸 而膠飲館是主要源頭之一 為了減少浪費膠飲館 不鏽鋼飲館成為了代替品 牛頭葛一間餐廳為了響應環保 早在9月就開始提供不鏽鋼飲館 食客只要專用 飲品就會減3元 店主認為食客的反應熱烈 現階段其實我都不斷增加 看反應上是不夠的 我手上說的 是不足夠應付現在現有的限數 他們需要到我不夠 然後馬上要再洗再給他們 陳永的店鋪 是餐廳店主Yvonne的 不鏽鋼飲館供應商 亦是台灣不鏽鋼飲館生產廠 防疫可代理商 對於不鏽鋼飲館的銷售情況 陳永認為十分理想 在街上就這樣走過 會看或者去了解的人 是超多的 但是真的買 譬如飲館 你當有五個人走過來 會有一個人買 陳永也表示 有很多新的顧客 都是經由他們的朋友介紹 因為我們合作的店不多 他們還有很多時候是朋友介紹過來買的 我看到我朋友有用 然後我知道你今天擺檔 所以我們會過來買 陳永也說 有客人因為產品的價格較高而卻步 但他們希望透過價格 令到顧客珍惜他們所買的產品 雖然有食肆已經開始提供不鏽鋼飲館 但有市民就指不會使用 我想我不會 為什麼呢 鐵來的嘛 鐵也好 你喝嘛 有時候人家喜歡用口來咬一下 為什麼咬不鐵呢 雖然兩位店主都表示 顧客大致歡迎不收鋼飲館 但要普及似乎仍然需要一段長時間 環保足角項目經理何家寶就說 推廣要從根本入手 其實大家市民只是留於那個意識 但沒有實際行動 譬如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 這個我想是我們 其實一直做環境教育 是覺得最迫切要做 何家寶也都認為 除了消費者主動採用不鏽鋼飲館 商家和政府的配合也都非常之重要 韓傳新聞記者陳子平報道 是… 是 可是… 阿...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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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